我国各中小学新学期开课日定在1月9号或10号 不过有鉴于国内一些地方仍受水患困扰 暂时不会在新学期复课 根据教育部最新更新的资料 全国目前共有126所中小学受水灾影响 这些学校将获准再度延后开学 根据教育部截至今天的数据 有24所学校爆发水灾 另外89所学校目前被充当临时疏散中心 安顿灾民 至于13所学校虽然已经摆脱水患困扰 但是还在进行灾后清理工作 没有准备好复课 民众受处查询教育部官网 或取受水灾影响的教育机构名单 教育部将密切监测各小情况 并在每个星期三更新受水灾影响的教育机构名单